他寄过来这个已经到了 在里面这里有合营饭好了 但是这个还是要给人家寄回去的 毕竟这玩意有嫌疑啊 挺贵的 OK 现在出发 武汉啊 出发 你看吧 如果我们的鱼干没有寄回去的话 就可以去钓鱼了 去甩鱼干了 是不是 哇 要是我们的鱼干在的话 就可以钓鱼了 充电充电 现在过来补一点电线 不开了 那个在这里充电 那个充电器真的是有点贵 不敢离太远 我们去超市 对面有个超市 到超市去弄点吃就行 你要吃哪个 吃 老坛吧 好 家里啥 看看先吧 那你去看一下 可以 这边老板还还好啊 我在怪行帮烧开水 没事没事 没事 把这人帮集结这些点啊 好的好的 好可以可以可以 你好可以可以 谢谢啊 嘿嘿嘿 我放就这个了啊 简简单单 那边有个大哥 在那里转了半天 不懂是不是想充电 过去看一下 你们要充电吗 你们是想充电是吗 你是多大的 其实是吗 没事可以插我这样没事 插上面啊 可以插插吧 这个是你在上面充是吧 对对我是取取电充的 没事你插吗插吗 这个插了你就可以了 看这个大哥在那边转了半天 我感觉他应该也是想充电 但是他没有那体电了 就给他让他在那里充一下 在我那里 反正他那个是小电瓶 也用不了多少电 用不了多少钱 就给他充了 开吃开吃 饿的时候吃泡面都是香的 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忌惨了啊 吃泡只能吃泡面了 哎呀主要是这里离得近 看见能看得见我们的车啊 就那个充电器一个一千多了 所以不敢跑太远 所以在这吃点泡面就行了 所以我这就坐着 我一一会儿都得回头看一下啊 一时都得回头看一下 嗯香不香 泡面也香真的 但是其实真的 你不差 你连几窄都搞起了 是不是 对 哈哈哈 你吃吧吃吧 我这个充的差不多了 我懂这个老哥充的差不多没有 看着充了多少钱 嗯 看这个充电了 四块五块不到 然后充了五度多 一度是七毛多吧好像是 差不多92分钟 哦对七毛多 这里都显示有七毛多 所以有的人说 为什么要买电车 不买摩托车 其实电车的话 就来说充电的比较久一点 但是实惠啊 你看现在充充满的话 差不多十多点左右 啊就算了十度电嘛 十度电也就 呃七八块钱 不到十块钱 可以跑个一两百公里 那一公里才多少钱啊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一毛钱都不到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实惠的 知道吧 你看我这个电池容量是120安的 现在充了102了 刚刚是充30多 忘记了 好像33安开始充了 充了有 差不多70安 差不多70安 五度电 哎那充满了都不到十度电 对呀 看这个电流就充充电电流 41安 你们这个充好了没有 啊我们差不多了 我们要赶路还要 啊你们充差不多了吗 够够够没有 够够够去了吗 不回去你们也走啊 没有了吗 没有如果你要充 再充个水便宜 够够够了没有 够了够了够了 那我那个了 再见啊 没事没事 ok我们现在已经充好了 行行出发 距离武汉还有100多公里 快点 等一下天都黑了 还有110公里 是不是 是的 出发 请注意到这醒书一到这 嘿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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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